Hello 大家好 君君今天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早上伟汉哥有说 他要请喝咖啡哦 那我每天早上其实都有听 POP状新闻 因为伟汉哥的口条很好 逻辑非常的清楚 再加上他爱与包容 以及讲话很中立 所以我都视他为偶像 那今天伟汉哥讨论的题目叫做 两派胡言是台湾的危机 我听了以后其实很有感 因为现在台湾什么事情都讲不清楚 而且连芝麻蒜皮的小事 都有两套标准 其实现在检调人员 已经搜查了总统府官邸 那其实是总统府官邸 里面的特勤人员宿舍 也就是吴宗宪的宿舍 那吴宗宪的宿舍 特勤人员的宿舍 到底属不属于 总统府官邸的一部分呢 答案是yes 当然是 可是为了要跟总统 切割划清界限 所以现在就有人出来了说 没有没有检调单位没有搜索 总统府官邸 他搜寻的搜索的是 吴宗宪的宿舍 是特勤人员的宿舍 可是其实特勤人员的宿舍 就在总统府官邸里面 它是属于它的一部分 所以连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 也要有两套标准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我们也不会因此而怀疑 小英总统知情 或是小英总统也走私 我们并不会这样去想 所以伟汉哥说 总统府官邸旁边的红砖道 其实是戒备非常森严的 而特勤人员的宿舍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如果能在红砖道上面 站上10秒钟 没有人来关心询问的话 伟汉哥就请喝咖啡 好 我等一下去站在红砖道上面的时候 我会很努力的躲起来 把自己缩很小 一定要撑过10秒钟 这样就有咖啡可以喝啰 我刚刚问他说这里是哪里 怎么会这么多警察 然后他跟我说这里不能讲 可是我还不确定 这里到底是不是总统府官邸 哇 我真的太想要喝咖啡了 你看我有多小气 我有多省 对 一杯咖啡也要这样 可是他干嘛跟我说不能讲 这有什么好不能讲 诶 怪怪的 这里真的好多警察 所以这里到底是哪里 请问这里到底是哪里 为什么那么多宪兵 他叫我要问前面 我到底红砖道找到没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 好妙喔 那我现在这样站在这边10秒钟 可不可以得到咖啡 这应该算红砖道了吗 喂 汉哥 我真的很想喝你的咖啡 还是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 我真的有点不敢停下来 对 然后都有看到像后面这样子 穿很多这种衣服的人 干嘛每个人都不跟我讲这里是哪里 好 所以我们就继续走继续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你看一直都有警察 完了 我好想喝咖啡 可是我好像真的没办法站 好 那我们现在 往回走了 后面有人在跟我 后面有人在跟我 虽然我今天没有得到一杯咖啡 但是我也去看了总统府官邸附近 真的是非常的戒备森严 而特勤人员的宿舍 也就在总统府官邸里面 不是说想去就能去 想逛就能逛的 所以说事实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就是论是理直契合 这也是伟汉哥所说的 韩国瑜市长也说了 为真不破 虽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我们希望就连这么小的事情 政府也不要回避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 好 那现在我要去买咖啡喝咯 拜拜